说完了这个大道三观之后,我们还有一个词叫圣教五纲 就这个老子啊,他讲的叫道德仁义理 我们后来学儒的知道仁义理之信,干脆就写在一起 对先是没有这两个字的,说起来都很有道理 我们不管怎么样,能做到一个是一个 道永远是最大的,明可明非常明,我们强明月道 然后呢,它是一个总纲,是一个本体 如果把它作为本,下面这个德呢,相对于就是它的一种体现,运用 所以这个道总是无形的,总是感觉很玄妙看不到的 万物都不离开它,那就没必要太说了 反正旋着又旋,看不到,说不明 那自然总是一个规律的,天地也好,自然,这个都是道 那德呢,说一个人表现的有德 现在就讲品德,德性 这个已经,已然是人性最高的 说是道,然后德 你搞不清楚道呢,最起码你要德 这是最起码的 那没有道了呢,才有这个德 实际上也是一个意思 那德,中国人总在乎这个 说甚至一个人 你,凭你这种德性,也想管我 那管理跟德性有什么关系 哎,中国人就这样 那总是知国,齐下,知国,平年下 就修身,还在前 你管不好自己 那没有人对你心服苟服 都是表面上的 都是用强力的 用权贵 财富等等,一切来压人 那只是一时的人心 总是对你没有真正的信服 那,所以说你这个人真有德性 哎,我才服你,一德服人嘛 然后这个之下 他有了这个人 因为一个人 又有人心 人,一个二 我们说这个就是将心比心 两个人嘛 这真正的将心比心 是很难做到的 你作为他 你会怎么样 而不是说我想 如果我是他 你就是他 这个时候才能更真切 也是取其上者得其重 很勉强 而这个人呢 在五星里面 就属木 木作为生发之气 一个开始 侧隐之心 指的都是这个人 这到了孔子阶段 才强调这个人 而后呢 又有了义 到了孟子 这个义啊 实际上它是属金的 什么时候会有意义呢 就人在前 这个还是隐性的 当你处处考虑的 比较那个 就不会有后面的结果 等到突如其来 没办法意外 这个时候你不得不表现出这个意义 当机立断 马上站出来 这个时候 就显出金的 这个沙发之气 也是很不得已 那意义结金兰 也是这个意 这三国演义 演的就是这个意 很多 那这个意呢 你看这个中间一个叉 一眼一样 这叫摇 摇面中间一个点 你站到公道这个层面 我们说这个书书里面 甲级 叫中正之和 可以为人 以更 这就为义了 中正它永远是最重要的 这个 因为它偏了 它把它拉过来 强行地拉过来 而后礼 我们试着下节课再说吧 这个时间来不及 这个